24岁的赵克志突然发现四岁的女儿不像自己 加上妻子梁丹磊在怀孕中的古怪行为 这让她觉得自己的女儿不是亲生的 当她告诉母亲这件事情后 母亲竟跟妻子一伙指责自己 还要将她赶出家门 母亲为什么会偏袒妻子呢 孩子到底是不是自己的呢 这让她疑惑不已 赵克志回忆说 她与妻子认识一周后就分开了 没想一个月后妻子打电话告诉自己怀孕了 得知这个消息后 赵克志一时无法接受 但事情已经发展如此 两人只好凤子成婚 女儿出生后 随着时间的推移 赵克志发现女儿越来越不像自己 加上妻子怀孕时间过早 她对孩子的身世更加怀疑 她不想自己被蒙在鼓里 当着妻子和母亲的面 公开挑明了自己的怀疑 面对丈夫的质疑 妻子梁丹蕾表现得很生气 并爽快地答应了丈夫去做亲子鉴定 除此之外 梁丹蕾还表示 丈夫早就对这段婚姻没了想法 此举就是想逃避孩子的抚养问题 并且丈夫已经找好了下家 说着她拿出手机向我们展示了丈夫 与其他女人的聊天记录 还有许多在外地住酒店的登记记录 面对妻子的指证 赵克志极力辩解 他表示这些证据是自己故意留下的 目的就是为了让妻子知道自己几斤几两 随时可以让妻子扫地出门 看着夫妻二人争吵不休 赵克志的母亲边哭边说 孩子的长相与赵克志小时候一模一样 根本不用怀疑孩子的身世 可赵克志此时却铁了心 甚至爆出了一个惊天的秘密 他坦言母亲并非自己亲生母亲 而是自己的养母 不久前他向母亲询问自己的身世时 母亲总是躲避自己 他认为自己遭受了巨大的欺骗 正是因为这些经历 他才执意要弄清孩子的身世 对于赵克志的身世 赵大妈也十分伤感 由于赵克志亲生父母身患重病 无力养育 这才收养了赵克志 但是年幼时的赵克志十分叛逆 还染上了不少恶习 原以为长大后的赵克志会痛改前非 不料越走越偏 还没有一点上进心 对于亲子鉴定这件事 他表示这将对儿媳和孩子造成巨大伤害 如果儿子执意要做亲子鉴定 自己将与儿子断绝母子关系 没想赵克志听闻此言后 竟当场同意母亲 没有丝毫犹豫 看到赵克志如此态度 一旁的妻子终于忍不住了 对着赵克志破口大骂 谁知赵克志一怒之下 竟要对妻子和母亲动起手来 在众人的劝阻下 赵克志冷静下来 梁丹磊对于赵克志的做法伤心无比 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 他答应陪同赵克志去做亲子鉴定 在结果出来之前 节目组问赵克志 如果孩子是亲生的 他今后该怎么做 没想到赵克志直接回答不知道 听到此话的梁丹磊 顿时恼火起来 再次与赵克志吵了起来 还差点动起手来 好在主持人及时阻拦 夫妻二人才又冷静了下来 随后 主持人公布了鉴定结果 鉴定报告显示 四岁女儿确实是两人亲生女儿 对于这个结果 赵克志面无表情 十分镇定 他坦言 就算孩子是自己亲生的 婚也必须离 孩子自己也不要了 交给妻子抚养 大不了施舍一些抚养费 看到赵克志如此态度 妻子梁丹磊彻底死心 不愿再做纠缠 只想早点结束两人的婚姻 经过协商 两人签署了一份离婚协议 赵克志答应支付孩子 每月一千元抚养费 两人婚姻就此画上句号 婚姻不是儿戏 希望大家能够认真对待 也希望赵克志能早日明白 这其中的道理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 大家对此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留言评论 节目最后 希望大家帮忙点赞和关注 感谢你们的支持 请不吝点赞和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